放棄就不行 而不同的心所 再來呢 除了受菩薩界 再來要怎麼做呢? 就是聖耶穌在引用的《維末結經》裡面有一段話 《文書施力問極品》裡面的一段話 就是《維末結菩薩》跟《文書菩薩》的對話 這個《維末結菩薩》就回答《文書菩薩》說 這個《維末結菩薩》 這個《維末結菩薩》是指出發心菩薩 凡夫菩薩 應當這樣子想 經我此病皆是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 無有實法 沒有實法的意思是說沒有固定不變的法 這個法是沒有自信的 我想請問菩薩一下 這個自信大家理解嗎? 本來就有的 本來就存在的 自信的意思 在佛法裡面講自信 它是固定的 是恆常的 是普遍的 是不需要依賴他人或依賴其他條件 而能夠獨立存在的 這叫做自信 那這裡告訴我們說 無有實法就是沒有自信 因為所有一切法都是需要依賴 依賴條件才能夠產生的 包括我們的生命也是需要依賴條件的 我們的生命依賴什麼條件呢? 我們的出生 我們的出生是依賴條件的 依賴父母的因緣 還有我們本身自己造的業 那我們出生之後 我們所依賴的條件更多了 對不對? 好 我們這位生命都需要依賴條件 那外在的事情也是需要依賴條件 所有一切我們所可以想到的概念 現在菩薩盡量想 從我們出生到現在 我們所受的教育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想到的概念 都是需要依賴條件才產生的 所以佛羅說 所有一切的法都是沒有自信 也就是這裡講的沒有實法 這樣的意思 菩薩了解 所以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誰受病者? 就是有誰在這個生病啊?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身體本身都是依賴條件所成的 那我們身體產生的病 當然它也是依賴條件所產生的 既然我們這個身體是不實在 當然這個病也不實在 它意思是這樣 但是就我們現實來講 我們生病有沒有病相? 有啊 有沒有病苦? 有啊 那這裡要告訴我們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慢慢修學的話 就是可以像聖靈師父 祂是有病 可是祂心裡面沒有苦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這個病根 病根 我們要調補我們的心 就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病根在哪裡 這個病根有幾個部分 如果從師父的這個引用的經文裡面 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妄想 這邊有寫 妄想顛倒 煩惱 另外一個就是攀緣 這個攀緣是說 師父告訴我們是說 我們的心受外界所影響 這叫攀緣 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的病根就在於我們的妄想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我們不正見 還有這顛倒當然也是不正見 還有我們的心 容易受影響 那知道病根之後呢 我們就要對治啊 對不對? 知道病根就要吃藥嘛 吃藥就是用佛法來調整我們的心 也是這裡講的調伏其心 那這邊 師父告訴我們有幾個方向 可以來調伏我們的心 一個是觀無我 觀察無我 就是用我們所知道的佛法的一些道理 來觀察無我的 我們可以在生活當中 用緣期的觀點來觀察無我 緣期 就是剛剛我說 我這個 我們這個我 是由什麼所組成的 我的身體是由師大所組成的 對不對? 然後我的心呢 我的心也不是只有單純的一個心 我的心有好幾種成分所組成的 有哪幾種成分呢? 受 想 形 事 所組成的 那這個受呢 也是有好多個成分所組成的 所叫做孕嘛 叫做受孕 這個孕的意思就是 它是很多種因素集合在一起的 叫孕 這樣分析到後來呢 原來我們這個身體是有很多的條件所組成的 我們這個生命是需要依賴很多條件所組成的 既然是依賴條件所組成的 這個條件如果不具足的時候 那這個身體還在嗎? 你這個生命還在嗎? 不在了 就這樣子慢慢的去思維 慢慢的去觀察 這裡就是無我的觀察 那這樣子可以去這個顛倒妄想 再來就是思維 法意 這裡當起想法 有沒有看到 我們經文裡面說 出我及眾生想當起法 不是想法 對不起 法想 這個法 這裡的法 師父告訴我們說 這裡法是指這個不二法門 就是元起法 思維 元起法也可以調伏我們的心 再來呢 當我們在受苦的時候 當然這裡是以病苦為主 當我們在受苦的時候 還有一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調伏我們的心 調伏我們的煩惱心 那就是起大悲心 這個觀察眾生的苦 然後起大悲心 像這個在災難當中 以前的我們台灣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 在普里那邊的菩薩 他們有一些菩薩 他是房子也毀了 家人也這個往生了 他很悲傷 但是如果這個菩薩他出來幫助別人 他出來當義工 他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可以走出那個傷痛 但是有些菩薩如果他沒有走出來幫助別人 他在他自己的這個世界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個菩薩就很不容易走出悲傷 那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去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們會忘掉自己的苦 那這樣我們就慢慢走出悲傷 好 所以這裡師父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怎麼樣來調伏我們的心 有一個方法 就是起大悲心 觀察眾生的苦 那這邊師父告訴我們 我們要觀察哪些眾生的苦呢 在我的書上的138頁裡面 有 師父有告訴我們 要觀察三惡道眾生的苦 地獄 惡鬼畜生的苦 地獄的苦是真的很苦 尤其是無間地獄 所謂無間地獄的那個意思 就是他在從這個人生墮到地獄的時候 他是直接墮地獄 直接墮無間地獄 中間沒有間隔 不會說我停一下再掉下去 直接 直接就到地獄裡面去 因為他所做的惡是幾大惡 這叫無間沒有間隔 沒有停頓 再來呢 這個受的苦沒有停頓 沒有間隔 他所受的苦 無間地獄眾生所受的苦 不會說很痛的 我休息好嗎? 很苦的 我休息好嗎? 還是說 這個玉主你們這樣折磨 我會不會太累你們休息一下 沒有間隔 因為這個不是別人在讓他受苦 是他的夜感 緣起讓他自己產生這種苦包 沒有間隔 沒有間斷 一直在受苦 再來呢 時間也沒有間斷 在裡面 從這個一開始進去到最後 這當中不會說時間暫停 不會 然後呢 再說一個 在這裡 再說一個 我先去做一個 我先去做一個 有一個人的苦包 都不是一個人的苦包 是一個人的苦包